波波星球 记得订阅波波星球 泡泡可可的频道哦 小绵羊的新年好画之旅 在动物王国的新年前夕 小绵羊准备踏上一场 特别的百年之旅 向动物朋友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新年的第一站 小绵羊第一位拜访了骆驼 小绵羊敲了敲 骆驼的家门 咕咕咕 骆驼打开了家门 骆驼微笑的说 新年好 小绵羊你带着什么好消息呢 小绵羊挽着手恭喜的说 新年快乐 祝骆驼步步高升 运势惊人 骆驼开心的回复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新年顺顺利利 小绵羊愉快的说 希望你的新年充满愉快的惊喜 骆驼也高兴的说 期待有更多美好时光 谢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 小绵羊结束跟骆驼的拜年后 给予骆驼一个拥抱 便跟骆驼道别 新年的第二站 小绵羊 遭访访问了狮羊 小绵羊敲了狮子的家门 叩叩叩 狮子打开了家门 狮子客气地说 新年好 小绵羊有什么特别的话 想对我说吗 小绵羊挽着手 恭喜地说 新年快乐 祝狮子有猛有力 事业更上一层楼 狮子也很开心地回复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新年事事顺心 小绵羊高兴地说 希望你新年充满快乐和成功 狮子笑着说 感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也祝你好运连连 小绵羊结束跟狮子的拜年后 给予狮子一个拥抱 便跟狮子道别 新年的第三站 小绵羊造访了老鼠 小绵羊敲了敲 老鼠的家门 咳咳咳 老鼠打开了家门 老鼠兴奋地说 新年好 小绵羊 你有什么搞笑的话 要分享吗 小绵羊 小绵羊挽着手 恭喜地说 新年快乐 祝老鼠机智灵活 笑口常开 老鼠也开心地回复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新年笑逐颜开 小绵羊 小绵羊愉快地说 希望你的新年充满欢笑和趣事 老鼠笑着说 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 小绵羊结束跟老鼠的拜年后 给予老鼠一个拥抱 便跟老鼠道别 新年的第四战 小绵羊造访了大象 小绵羊敲了敲 大象的家门 哭 哭 哭 大象打开家门说 新年好 小绵羊 有什么祝福 想对我说吗 小绵羊挽着手 恭喜地说 新年快乐 祝大象力大无穷 幸福安康 大象用鼻子举起小绵羊 开心地说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小绵羊开心地说 希望你的新年充满幸福和平安 大象愉快地说 感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也祝你一切安好 小绵羊结束跟大象的拜年后 给予大象一个拥抱 便跟大象道别 新年的第五战 小绵羊造访了老虎 小绵羊敲了敲 老虎的家门 哭 哭 老虎打开了家门 老虎好奇地说 新年好 小绵羊 你有什么猎奇的话 想告诉我吗 小绵羊 玩着手 恭喜地说 新年快乐 祝老虎 勇猛神勇 好运不断 老虎开心地回复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新年好运不断 小绵羊开心地说 希望你的新年充满挑战和胜利 老虎笑着说 真的感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 也祝你事事顺心 小绵羊结束跟老虎的拜年后 给予老虎一个拥抱 便跟老虎道别 新年的第六战 小绵羊造访了小松鼠 小绵羊敲了敲 小松鼠的家门 咳 哭 哭 小松鼠 打开了家门 小松鼠笑着说 新年好 小绵羊 有什么缓慢 而稳健的话 要对我说吗 小绵羊 挽着手 恭喜地说 新年快乐 祝小松鼠 活泼可爱 智慧如海参 小松鼠 开心地回复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也祝你 新年步步高升 小绵羊愉快地说 希望你的新年 充满宁静 和和平 小松鼠笑着说 感谢你的拜年 小绵羊 也祝你 一年 比一年 更有智慧 小绵羊结束 跟小松鼠的拜年后 给予小松鼠 一个拥抱 便跟小松鼠 道别 小朋友 新的一年 准备好 跟谁 拜年了吗 这个故事 充满祝福的 新年好话之旅 让东王国 充满欢笑和友谊 期盼新的一年 充满美好的未来 嗨 我是泡泡哥哥 在过去的15年 教导超过 1万名孩子 儿童律动的经验 更让我深刻地了解到 父母们的需求 及如何透过律动 带领孩子 跳出黄金发展 关键期 在上百位爸爸妈妈 敲碗之下 创作这一堂 幼儿 儿童 感官统合 泡泡哥哥 并动课 带你开心跳出 发展 关键期 在这一堂线上课程中 除了律动 还有肢体发展 相关课程之外 我也会手把手示范 在家就可以和孩子 进行的感觉 重合小游戏哦 现在下端输入 POPO 可以享有优惠 帮助孩子 掌握发展 关键期 想要泡泡哥哥 到你的学校 拍摄五段影片吗 赶快加入我们的 官方LINE 小老鼠 B-O-B-O P-O-P-O 小老鼠 B-O-B-O P-O-P-O 加入官方LINE 留言你的学校 留言出最多 字幕志愿者 canadron 编写 상写 字幕志愿者 canadron